黄艺青17日在网上发文称,周立波女儿的亲生爸爸找到了,并抱起女儿的亲天正在找人收拾周立波。 他还称周立波的妻子胡杰是客夫黑寡妇,言论十分大胆,一众网友纷纷围观吃瓜。 两人开思的起因是,3月15日深夜,周立波在其粉丝群内爆料,暗指黄艺青对自己6岁的女儿有侵犯行为。 随后黄艺青连发多条微博,直指周立波散播谣言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